复活节 复活节是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,并给全人类带来永生的看望。 复活节的来历包括耶稣被处死、埋葬及复活三部分。 而其中的复活最为重要。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经过最权威的记载是此部福音书。 耶稣死后第三天,最先是几个女人发现她的坟墓空了。 接着耶稣在她们及门徒们面前显现,并和她们共吃、共谈话。 其中一个门徒不相信这真是复活的耶稣,非将手指踏入耶稣十字架上的钉盒不可。 下面的适时天中,更有数以百记得人目击了复活的耶稣,直到他升天。 耶稣被处死前应许跟随他的能够永生。 如果他的不知道死为止,那他和其他中的意识的宗教都没有去复。 因着他的复活,耶稣显示了他胜过死亡的能力。 因着他的复活,耶稣显示了他有胜过死亡的能力。 因着他的复活,耶稣显示了他有胜过死亡的能力。 耶稣,有肯部他人类才有永生的盼望。 复活,而且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日子。 他给予我们极度的快乐和平安。 切信他的,不置灭亡,反得永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